大家好 我是盈盈 我今天这个摄像机没有带支架 所以我现在把摄像机 放在一个自行车的后面的地方 就是人可以骑在上面那个地方 我就蹲着给大家说两句吧 我今天在的位置就是许家会 算是商圈的位置吧 旁边是美罗城 还有建国宾馆 还有太平洋百货 还有鸿鸿广场 还有百脑会就在我旁边 我今天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周边房价的 搭质的价格是多少 上海这边许家会这边的房价 搭质多少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了 我也不愿意多走 我们看看他们挂牌价就行了 这有一家房产中介 然后这边也有一家 这个什么爱家的 然后那边还有个中原地产 他们这个价格都会挂牌 挂在门外的 距离拉近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上面写了减封大厦 90平米 640万 我看看 然后这个是 恒隆花园 恒昌花园 135是960万 还有亚都国际 152平方的是1400万 创世计划园 创世计划园1136平的 这都将近10万一个平方 还有金 这个几些小区 43平方 就340万 还有新汇公寓 新汇公寓 这个830万 这是中原地产 中原地产外面也挂了 203个平方 那这个 惠隆花园还不是很贵 不叫不是很贵 就是相比较来说 如果我说话有口误的话 又会挨喷的 上面的价格 大家自己看吧 我就不读了 一共有几个小区 还有一个 一个惠隧花园 还有莱斯里 还有福原汇 天河院亚都国际 亚都国际要 还稍稍贵一点点 就不叫贵 就是稍稍高一点 上面写了中居高区了 这也是一个房产中介 他在家还没有工作 没有上班 看一下他这个标牌 越兰花园 94平方738万 我们大致看一下 大致看一下 我们总结出来什么 这里的房价平均下来是10万块钱 不到一个平方 在9万左右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 房产中介 挂的房子的价格 出勾列了一下 这边徐家会这个房子平均价格 也就在9万块钱左右 总归是作为参考